西南联大全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诞生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秋 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名校 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8年 西前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46年下宣告结束 前后历史九年 大师云集人才辈出 在中国西南昆明城中 有这样一所大学 在他的校园里矗立着这样一座石碑 他纪念着一所在中国现代史上 短暂存在过的大学 西南联大 他由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南开大学三校组成 成立于1938年5月4日 结束于1946年5月4日 我的作品 顶健康 处立在北京大学的校园中 这所学校的最后一届学生 今天也已经是补习之灵了 冯友写的文章 楼庸的书单 楼庸写的字 背后上头是唐兰写的转额 字是刘经年写的字 叫做刘经年写的字 这些白发苍苍的莲大校友 以一种毕生的信念之情 缅怀着母校 西南莲大令他们一生念念不忘 而令他们担心的是 这座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 曾有过重大贡献的大学 在今天已经显为人知 它的踪迹 渐淹没于山河大地 1999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 表彰23位对两弹一星的研制 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工作者 人们惊奇地发现 在这23个名字中 有八位是西南联大的校友 福建物语 出品 福建物语 当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 以感激和自豪的心情 记住了上述 这些中国英杰的名字时 西南联大凸现出它的价值 1957年12月10日 诺贝尔物理学奖 首次为两名年轻的华人获得 物理学家李正道与杨振宁 从此举世闻名 这两人皆是西南联大的学生 并且同出于一批名师的门下 杨振宁当年说过 这一次获奖的意义超出了科学 让世界知道中国人是聪明的 1965年 中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成功 被称为人类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成就 而其发起人 邹成鲁和一位重要主持人 纽经义 也都出身于西南联大 一所大学的价值 往往要在几十年后才能做出判断 人们对西南联大的认识正是如此 有谁见过这样的大学校园 有谁见过这样的研究院 有谁见过这样的教授住宅 正如梅一齐常委那一段著名的预言 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 乃有大师之谓也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 联大经济学院院长陈代孙先生 在编撰《联大校史》时写道 西南联大 在其存在的九年中 不只是在形式上 贤歌不错 而且是在极端艰苦条件下 为国家培养出一代国内外知名学者 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 多少年过去了 晚年的杨振宁依然能唱出当年联大校歌 万里长征 四却了五朝公圈 咱住住翻山潇水 有朝雨 有朝雨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却求你在正潜水 九朝雨三宇愿泉 尽家最先速在山潜水 尽家最先速在山潜水 1937年7月7日 日寇突然发动卢沟桥事变 北平城外战事不断 古都岌岌可危 翻开前人史料 记载着当年清华园中知识分子的心情和态度 在低级轰炸和占领中 清华教授吴密 因为无力拯救危难中的祖国 他悲愤地呼喊道 生父何用 生父何用 吴密教授参照中国传统中的几位古人 为自己设计了三条道路 自杀 维僧 抗劫而就义 作为哈佛大学的毕业生 吴密其实还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 即离开战火中的祖国 出国谋止 但这种选择对于吴密这一代人 是不存在的 在一个月色清明的夜晚 清华园内物理系教授吴有逊 与哲学系教授冯友兰相约 巡逻护校 如此星辰非昨夜 为谁封路力中消 几个手无寸铁的斯文学者 在中国军队撤离之后 准备自己来保护大学 他们的做法可谓天真 然而这赤子的气节正是中华民族不会灭亡的中流砥柱 当时随父母住在清华园内的杨振宁 还记得那国难当头的仓皇情景 当时大家的心境 是不清楚前途是 是什么 宣传当然是说是 坚决抗战 可是从一般人 老百姓的心理 对前途是 完全不敢讲是发生什么事情 同是书斋中的朱自清先生等 讨论着下一步如何应对时局 强敌当前 他们一不容辞地选择了 与国家民族共命运的态度 因为教授们他也感觉到自己 自己当前选打仗不可能 那么就是 他们的任务 我父亲自己觉得自己的任务 就是保持中国的悬送不绝 悬送不绝 读书这个传统不要绝 而这个对中国成员发展 还是 你不能说一抗战战争 那么全军抗战 你这个后方培养人也都不培养 老家是湖北 我妈妈老家都在湖北 所以他在七七事变之前 带着我大哥和二哥 两个孩子 先回家探亲一份 所以这个正在发生七七事变这几天之内呢 就是我父亲一个人在北京 带着我们三个小的 当时我才六岁 小的更小了 还有我最小的文会 大概还在吃奶 还在喝牛奶 他从来没赶过孩子 那个教授 家里都是我母亲管 所以忽然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办 是马上回 就是离开北京呢 还是暂时在北京呢 形势也不明朗 因为刚刚抗战开始的时候 那个时候国民党还是不抵抗 他没有马上就 就就真正起来抗战 所以 有些 这个消息啊 就说是 很快就拼一下 没事了 有的消息说呢 要长期要打 这个情况之下 到底走还是不走 他有封信 写的很清楚 他说 于国 于家的话 对于家来说啊 但是缓和下来 我就不用走了 很好 但是于国来说呢 这个虽然是缓和了 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那就缓和就是不抵抗 不打了 所以他心里 是很矛盾 从家来说呢 要逃难 要跑 他也不 当然是个不好的事情 但是于国来说 他说 那还是 当然是抗战 所以他当时 有这个思想准备 这是当年一部分 北大学生在北京西山 聚集军训的照片 他们投笔从容 准备以自己年轻的血肉之躯 来拯救民族与国家 为保护古都 一千多名爱国学生 战死沙渣 有一个农民的儿子 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 当他找到他的校长张学良将军 要求当兵上前线时 张学良却对他说 这个张学良说 说我需要武人 我也需要文人 你们是文武双全的 这种都是我们听的时候 所以当年的时代 我们学生走了两条路 一条就是到东北去抗日了 牺牲了 我记得通班也通班都牺牲了 有的时候空军的时候 跟这个美国 跟日本打过仗也都牺牲了 我呢就走 就读书不忘旧国 旧国不忘读书 大敌压境 兵临城下时 中国还有着这样把人才 看得比一城一池 更重要的军队将领 从张学良将军身上 体现了一个具有悠久 文化传统的民族 对前途和命运的信念 7月29日 日本人占领了北平城 人们出入北平的城门 必须向日本士兵鞠躬 表示甘为日本顺民 难以承受的屈辱 笼罩着整个知识界 国土沦陷 中国人民心目中神圣的古都 北日军践踏 在北平西四牌楼 瑶家胡同 有一位年以古西的老学人 拒绝进食而死 他就是清华教授 陈寅雀的父亲 著名诗人陈三丽 他对我 影响最深的 就他家里边三世爱国 第一代呢 就是婚娘巡妇 陈宝珍 在这个八国联军 烧圆满园 一把六一点吧 那时候陈宝珍在北平 撑里边 在酒楼上 别人请客 他看到这个西边呢 就圆满园的 大火 逆天 就正是八国联军在烧的时候 说当时有人讲啊 他痛不流涕的 陈宝珍 他的儿子呢 陈三丽 就是 陈颖全先生的父亲 当时诗坛上 第一个就是陈三丽 救世 陈三丽呢 也是这样子 也是 在他父亲的遗传 爱过 非常爱过 到了 1937年 这个陈古乔事变 那时候呢 陈寝珍先生 把他父亲 迎在北京 在这里 让他一养天年 后来陈古乔一事变 他父亲 拒绝吃饭 拒绝吃药 谁吃饭也不行 他父亲就是这样 面色的 因为老麦年衰 陈三丽选择 以死殉国 用这最后的生命 来抗议这场民族的旗齿大辱 据吴密日记载 当吴密教授到姚家胡同去调宴这位可敬的长辈时 陈寅确告诉他 在父亲的丧事 还在没有办完时 就已经接到日本人送来的邀请函 要他到日本使馆赋宴 为保全气节 避免日本人的迫害 陈寅确决定秘密离开北平 继续走自己的路 因为他坚信 救国惊世 由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 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邓以哲的儿子邓家仙 当时还是一个中学生 在一次日本人召集的庆祝会上 邓家仙愤怒地撕碎了日本国旗 把他踩到了脚下 当夜 志成中学的校长赶到邓以哲家 让老朋友赶快把孩子送走 以防遭敌人迫害 在临别之际 邓以哲教授对儿子说 儿啊 你要学科学 学科学对国家有用 这位勇敢的年轻人逃出北平 后来跑到昆明 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这是一张北京大学1937年夏季的课程安排表 正在准备开学的北京大学 暑假还没有渡完 就猝不及防地被日寇占领了 8月25日 日本宪兵搜查北大办公室 发现抗日宣传品 借此进驻北大灰楼 维持会 查封了北大二院 据蒋梦林先生在西朝中的回忆 后来我碰到一位老学生 在他设法逃出北平 到达大后方以前 曾经被捕 坐了两年牢 据他说 他曾被送到北大文学院地下室 去受招待 那简直是活地狱 敌人把冷水灌到他鼻子里 终致使他昏过去 他醒过来时 日本宪兵尚村告诉他 北大应该对这场 使日本蒙受重大损害的战争负责 所以他理应吃到这种苦头 他在那个地牢里 还看到其他的苦心 残酷的程度 简直不忍 行诸笔墨 女孩子的尖叫和男孩子的身影 已使中国历史最久的学府 变为撒旦统治的第一 南开大学创办于1919年 五四运动之后 这是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 他的创办人是著名爱国教育家 张伯玲和严修 经过他们的苦心经营 到三十年代 已经出具现代规模 南开大学与北大清华 有着深厚的亲缘关系 918事变后 南开大学成为天津 抗日救亡的中心 1937年7月29日 对于南开来说 是黑色的星期四 28号轰炸了南开大学 下楼火烧 进来放火烧 那么29号就轰炸南开中学 轰炸南开中学是飞机轰炸的 我看见了飞机了 它是那时候还比较落后了 那个飞机挂着大日本棋子 偷着日本棋子 翅膀上挂着炸弹 清清楚楚 它飞得很低 飞过来转转以后 一倾斜 那个 翅膀上挂着就掉了 7月31日 日本飞机又一次轰炸南开 百余名日本骑兵 数量军车 满载汽油 开进学校 到处纵火 教学楼 图书馆 教师住宅 学生宿舍 以及临近民房 尽在火烟焚烧中 三分之二的校舍 毁于一旦 所存教学仪器设备 破坏殆尽 藏书丰富的书库 被洗劫一空 成套珍贵的西文期刊 和中文典籍 北捷 运往日本本土 经历了漫长的辗转 这批珍贵的图书 现在只有一小部分 被锁回 这座大钟 重一万三千余金 原为李鸿章 祝寿制造 中面著有金刚经全文 具有珍贵的历史文物价值 每当南开大学举行毕业典礼 这口大钟都要发出悠扬的冥想 以终生来报告本年毕业生的人数 生传方圆树里 自从九一八事变后 每逢国耻之日 这口大钟就以九一八为终生树木 冥想警示国人 故此身为日军所仇恨 日本人占领学校后 大钟从此不知去向 当时受命留守学校的南开大学教授 兼秘书长黄玉生 看着学校化为一片火海 黄玉生本来准备返回学校 组织人员搬运书籍 当天他守在秀山堂办公室 一颗炮弹从屋顶直穿到地窖 留守无用 只好撤退 南开校长张波林先生 表现出不屈的民族情操 他说 敌人此次轰炸南开 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 而南开之精神 将因此挫折而欲奋力 社会各界纷纷致电 谴责日寇声援南开 国民政府亦公开表示 南开为中国而牺牲 今后有中国必有南开 这三所大学将何去何从 1937年8月 由教育部决定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 长沙临时大学校委会 迁往长沙 正在日寇统治下煎熬的三校师生 接到通知后 立即行动起来 分批离开北平 报上一灯过报 凡是北大的、清华的学生们 到长沙去报到 临时大学 几日几日前到去报到 有这么个灯 报上有这么个消息 我从老家 没有回到北京来了 北平来了一直就往南去了 当时是很紧张了 这也是我看到这个 赞格鸭先生写的篇文章 真正我母亲的首饰啊 什么这些值钱东西啊 他也没带 所以他脑子想的还是学问 这个话 这个这个这个学问家 还是想的是学问 想 而是想的是呢 当初可能估计 还觉得比较乐观 可能没估计到那么长的抗战 觉得还会很快能回来的 这样很倡促就走了 走着说呢 赞格鸭先生后来回忆文章 他也是那天离开北京的 说我们家是从那个北京上车 是到天津转车 在车上他碰见我父亲了 他就问他 你也觉得已经走了 这个 你这些书怎么办呢 他知道 学者嘛 当初是很多的 那他比他生命还重要的书都是 我父亲说 大片大片国土都丢掉了 几本书算什么 他自己就带了他的一家手稿 和这个两本书 两本诗经方面 这个这个古文字方面的书 卢国桥事变的前一天 我父亲从这个美国 经过欧洲 从全苏联的西伯利亚铁路 返到北京 北平 第二天 七七事变 卢国桥就出事了 所以我们当时以为 我父亲回不来 结果他到了家 第二天 卢国桥事变以后 我们家里都很不安稳 总而言之 我父亲回来还好 家里团聚了 大概到了八月份 结果呢 就在北平带不下去 就赶快跑 我们小孩不知道了 反正家长怎么说 我们怎么走了 我记得那次我们走的时候 是要到车站去 不知道怎么还要出城 出门 结果我呢 是坐在 我母亲坐在个人力车上 我坐在她的脚灯子 踩脚的地方 我不知道你 我不知道这了 我坐在她脚灯子 那个地方 我们就走 结果走走 就发现了 给我的机型 这个城门呢 关了 又回来 又走到另个城门 好像堵了两次 能第三次才出去 可是我现在记不清楚 我们到火车站 好像不走 不要出门 后来到了火车站 就我父亲母亲 带了我们三个孩子 我是六 我是五岁 我弟弟是三岁 我哥哥是七岁 七五三岁 我父亲滴了个箱子 我母亲抱了个我弟弟 三岁 领着我 被跑丢了 我哥哥在一边 带着什么东西呢 仓促 逃难 没带什么东西 最主要是带着我父亲的两本脱朴树 这是他刚刚都不离开的 就因为当时平汉县已经不通了 所以必须从天津走 走京浦县呢 到南京再转船再回 回到这个北平 回到这个武汉 一路当然是很艰苦了 很逃难嘛 我很小 别的事情我记不住了 我就记得 在船上啊 是住的这个筒舱 就是地上铺的席子 一家人那个 在那个筒舱上睡的 睡觉 半夜里我的饼干丢了 小孩我到时候 后来一直记得一桶那个饼干呢 在床头搁着 第二层饼干没有了 这样呢 经过这段这个战乱之后呢 就才回到了武汉 在湖北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就是学校通知了 说已经成立这个这个 长沙临时大学 临时大学 让他们到长沙去上课 所以我父亲呢 就一个人先去 从家乡啊 他就一个人先到长沙去了 到了天津以后呢 就又到南京 又到武湖宣城 刚好回到京德江村的时候 是那一年的中秋节 就到了老家江村 江就是江河的江 当那以后呢 不久 又出事 就说我父亲得离开 他是北大教授 就通知他 让他到长沙去 长沙要组织长沙临时大学 就把他通知去 他说的就是凤昭去 吴密在日记里记下了 离经当天的情景 11月4日星期四 在这首诗里 吴密暗自庆幸着 师生们并没有走散 他们正在秘密地 聚集到南方去 继续大学的教育事业 从清华大学办事处 领取了南下的路费后 吴密教授 与清华同事们 结伴乘车南下了 在他们所坐的车厢里 满是日本军官 回望山河沦陷 一片迷雾凄凉 但是有一份希望 在前方鼓舞着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西南联大的校歌里 有一句难懂的歌词 绝角移栽 真干制 绝角就是荒僻的编土 真干制 指大树良才 把那些正在成长的国家的 栋梁之才 移栽到边远的地方去 免受日寇的摧残 保护起来 积蓄民族未来的希望 这就是西南联大 形成的缘由 使三所大学 从北往南 在血与火中 进行艰难转移的原因 几经颠沛流离的时生们 来到风景秀美的月露山下 安放了他们的讲坛和书桌 在长沙当地的支持下 长沙临时大学 于1937年10月25日开学 11月1日上课 人们迫不及待地进入了 按部就班的学校生活 但战事仍在逼近 同学们在长沙的时候 很不稳定 因为什么 因为前面打仗打得很吃紧 长沙们离着上海很近 南京很近 节节百退 同学们急着上前线 这个心情大家都有 都有往同学们中间 老师中间 经常有种辩论 仗这么打 咱们就国难当头 咱们是不是还能应该念书 后来大家有个共同的认识 就是抗战是不是三五天 三五个月就完 他说要不完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中断 能不能中断 该不该中断 后来前幕也在那 前幕的时候 同学们我有一个意见 大家抗日上前线 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也是很正当的很正确的 就是咱们这个抗战的不是说短期就完得了的 那个弄可不可以中断 可以执行不行 如果咱们在后方念书啊 没有那个上前线的勇气啊 那就不要在这儿念了 咱不能够弯 这个这个 所以那个不管上前方的给留下来 都是满怀激情的 学习也是 在秀美的恒山香水中 师生们修整了自己的身心 他们对民族与人生充满了信心 周炳林的 北京大学法学院里面 周炳林他说 他这三个学院合作会合作得很好 他说因为什么 他说因为这三个学院的这些 这些教职员工啊这些领导吧 都是君子的事 我们到了长山以后住了不太久 一个是警报太多 一个什么地方不够 又搬了一次家 到了长山又搬到恒山 湖南恒山脚下 恒山文学院都在恒山 那时候我们这个流亡的学生 没有家 无家可归的嘛 就每一月发这个 八块半钱 十二块钱 八块多钱吃饭吧 怎么发的 一个十二块钱 叫做贷金 借贷的贷 说是贷也没说要还 发一件衣服 那个相关的衣服就是发的那衣服 发一个棉大衣 那个厕所很讲究 那厕所它是山一圈 吸水往下流啊 流水上头就盖了一通厕所 自然的抽水把筒 1937年末 南京沦陷 武汉告急 战争 威胁着长沙 学校 再往何处去呢 落在头上的炸弹 直接结束了走鱼不走的争论 蒋梦林 从国民政府处 直接得到了到昆明去的命令 长沙林大做出千边决定 分散在各地的师生们得到通知 纷纷从四面八方向昆明汇集 我还记得我母亲 怕我们走在路上被冲散了 所以她拿了 那个时候我最大的弟弟 七岁 最小的弟弟是几个月 我母亲怕 我们走在路上被冲散了 所以她弄了些圆头 就是大洋 叫圆头 因为那时候是袁世改的头在上面 她就把这个棉袄 把我弟弟妹妹他们的棉袄 拆开 每一个里头放几个圆头 放一张纸 说是 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 是杨武之的儿子 而杨武之呢 是将要是西连联大 昆明西连联大的教授 就希望好心人看见了 也许可以把这个孩子送到昆明去 日寇已经摧毁和占领了 中国沿海所有的大学 在战火硝烟中 中国有数万名师生 在流亡中继续着他们的学业 不管路途有多么遥远坚信 他们将要到彩云之南去 寻找一个读书救国的地方 爱莫爱惜 生离别 家远何时归 云密罢愿 云雨关键 云下飞 云水飞 愿新缘半天边渊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